大家好 歡迎來到《微雨看世間》 我是陳薇宇 毛澤東一生中的女人無數 但她只給3個女人寫過詩詞 她給楊開慧寫了 我詩交陽君詩柳 給江青寫了黃詩 天生一個仙人洞 無限風光再顯風 還給作家丁玲寫了 昨日文小姐 今日武將軍 可見毛澤東跟丁玲的關係是非同一般 然而丁玲後來並沒有逃過被批鬥的結果 這兩個互生情愫的人 為什麼後來漸行漸遠 無疾而終了呢 今天我們就來講一講丁玲與毛澤東的故事 丁玲原名蔣冰芝 湖南鄰里縣人 1906年生 23歲時 以其處女作《沙菲女士日記》《馳名文壇》 這是一本日記題的小說 女主人公沙菲衝破了封建家庭的束縛 漂泊在北京 她遇到過一個愛她的小資產階級男士 但是沙菲認為她性格軟弱 而她所沉迷的那個俊美的男子 則是一個花花公子 沙菲所代表的正是那一代年輕人的迷茫 一個尋找自由與自我的女性 也是丁玲內心自我的寫照 她結婚三次 與第一任丈夫胡野平育有一子 胡是共產黨人 1931年被國民黨 松戶僅被司令部槍殺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 婚姻期間 她曾經一度與胡野平 以及她的情人冯雪峰 三人同居一室 冯雪峰日後給丁玲帶來厄運 兩人被打成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 她與第二任丈夫馮達育有一女 她的第三位丈夫陳明 是她的秘書 小她13歲 1942年兩人在延安結婚 晚年的時候 她給青年作家上課的時候 曾經得意的說 什麼思想解放 我們那個時候 誰和誰相好 搬到一起住就是 哪裡像現在這樣麻煩 丁玲1932年加入共產黨 1933年被國民黨關押 三年以後被釋放 在共產黨的安排下 來到陝北延安 丁玲與毛是老鄉 毛的第二任妻子楊開會 和丁玲同學 丁玲雖然早就聽說過毛潤芝的大名 但是跟毛本人第一次相見 還是在瓦瑤堡 當時毛州領導的中央紅軍 剛剛完成了所謂的 25000里長征 在瓦瑤堡修整 毛的第三任妻子 賀子珍 懷了第五胎 就是後來的黎敏 賀子珍住進了老鄉家裡 準備生產 1982年的夏天 丁玲在大連一所療養院 對一位愛好文學的 中年科學工作者回憶說 那時候的紅軍隊伍 中央機關 駐紮在陝北的瓦瑤堡 可不像後來的這樣風光排場 經過了25000里長征 九死一生 剩下的人是兵殘降敗 慘不忍睹 無論是高級領導人還是普通士兵 各個是破衣藍衫 面黃雞獸 四散在當地的老百姓家裡 懶懶散散地進行修整 這就是我1936年離開南京監獄 到陝北來投奔中央紅軍時看到的樣子 在瓦瑤堡 我第一次見到了毛委員 他瘦高瘦高的個子 頭髮也很長 衣服很舊 褲子上打著布丁 那時候大家還不稱他為主席 熟人都喊他原名潤知 他大約原先也聽過我的名字 小的我也是湖南人 所以見了面很隨和 親熱 愛看玩笑 久聞不如一見 你就是鼎鼎大名的丁玲啊 他問了我許多上海南京的情況 特別是魯迅和左連的情況 為什麼要有國防文學和革命大眾文學 這兩個稱號的爭論等等 有三天三晚 我們都在一起 後來話說的多了 他便說起跟革命相關的事來 有一次毛主席突然問我 丁玲 你看 現在咱們延安 像不像一個偏安的小朝廷 我知道他是在開玩笑 就回答他 我看不像 沒有文武百官嗎 這還不簡單呀 主席馬上把毛筆和紙推到我的面前 說 來 你先開個名單 再由我來封文武百官就是了 我沒有開名單 只報人民 反正只是開玩笑嘛 主席一邊寫著人民 一邊在這些人的名字下面寫官職 這個是御史大夫 那個是立部尚書 兵部尚書什麼的 還有宰相 太父等等 弄完了這個 他突然又對我說 丁玲 現在文武百官都有了 既然是個朝廷 那無論大小 都得有三公六院呀 來來來 你再來報些名字 我來封刺就是了 他拉著我的手 搬住我的指頭 一個一個的數起 三公六院 七十二妃來 他封賀子珍做皇后 丁玲 你就封個貴妃吧 替我執掌文芳四寶 海內奏折 但我不用你代批奏折 代你聖職 那是慈禧幹的事情 大清朝亡在他的手裡 接著 他又封了其他的一些紅軍女性 做六院貴妃 再後來 他和我數起七十二才人來 可是瓦瑤堡地方太小 又很偏僻 原有居民不過2000人 加上中央機關幹部 警衛部隊也不過四五千人 又是一個以男人為主體的世界 把瓦瑤堡地方上稍有姿色的女人算在一起 也湊不了七十二才人 還包括幾個沒有來得及逃跑的才主家的一太太 她是個有趣的人 在她最落寞的日子裡 也沒有忘記做皇帝夢 她扯著我的手說 看來瓦瑤堡名聲凋敝 枝粉凌落 不是個久留之地 當時赴延安的文化人極少 女作家更是風貓麟角 因此 丁玲的到來受到了延安的熱烈歡迎和隆重禮遇 宣傳部還專門給丁玲舉辦了歡迎會 毛澤東還特意為丁玲填了一首詞 臨江仙贈丁玲 閉上紅旗飄落罩 西風漫捲孤城 保全人物一時新 洞中開宴會招待出勞人 鉛筆一隻誰與四 三千茅塞精兵 鎮圖開向隆山東 昨日文小姐 今日武將軍 由於得到毛的賞識 丁玲剛到延安四個月 就擔任中國文學協會主任 不必通報就能自由進出毛的搖動 那這兩個人的親密關係 為何就無疾而終了呢 稍後我們繼續 平時看手機和電腦太頻繁 我們的眼睛受到很大的傷害 眼睛會感覺乾澀疲勞 甚至視線模糊 最近我使用了藍莓優品 新上架的日本 Questwise的紓緩冷服貼 感覺特別的好 那這款冷服貼 它可以快速的紓緩 只剩五分鐘 就可以告別眼睛乾澀 上班的時候貼上 可以清心洗腦 還可以舒緩 花粉過敏 起得眼部不適 它有改善視力的作用 可以促進我們眼部的血液循環 而且它的原材料 是百分之百的 天然植物萃取物 不僅能夠舒緩我們的眼睛 還能夠調節肝筋 肾筋 如果每天使用 會讓我們的眼睛重現神采 您可以點擊我描述欄的鏈接來購買 也可以撥打我們的訂購電話 1800 880 5697 工作人員就可以幫您下訂單 簡單省時高效 美國購滿59美元可以包郵 中國大陸的觀眾如果是滿600美元也可以享受包郵 儘管丁玲為共產黨寫了很多歌功頌德的文藝作品 但是1942年3月 丁玲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一篇三八節有感的雜文 客觀地介紹了當時延安男多女少 不尊重婦女的事實 道出了延安婦女們生活苦悶的真實狀況 她沒有敢揭露共產黨高層共產共妻的亂倫行為 就引起了軒然大波 給她一生帶來了巨大的災害 被指文化人在後方謠言惑眾動搖軍心 要避了這些搖筆桿子的 如果不是毛護著她說不準呢 就跟發表野百合花的王十位一樣被槍斃了 當時賀龍不滿地說 丁玲你是我的老鄉啊 你怎麼寫出這樣的文章 跳舞有什麼妨礙值得這樣挖苦 毛澤東也提醒她 賀龍王震他們是政治家 他們一眼就看出問題 你就看不出來 那時候的丁玲怎麼看得出來呢 她只是一個文人 任性而驕傲 完全不懂政治 更加不懂得共產黨容不得任何理性的質疑 丁玲晚年時終於明白了 寫文章批評領袖 有損領袖形象不能容忍 老幹部認為我們打下這個地方 不是讓你們來批評的 丁玲終於懂得了延安和上海不同 話是不能亂講的 作家也不是自由職業者 而是黨領導下的 為了實現革命目標而戰鬥的戰士 否則就為延安所不容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了話 在多個場合委婉地批評了丁玲 毛藥作家將屁股移過來 從地主階級 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立場 移到工人 農民 勞苦大眾這一邊 陳雲提醒他 對於共產黨作家來說 首先是共產黨員 其次才是作家 丁玲害怕了 他出身地主家庭 在南京被軟禁的三年又有說不清的歷史污點 他唯有低頭屈服 毛澤東在延安保了丁玲 他也對此深懷感激 努力地創作革命文藝作品 比如1948年發表的長篇小說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 從1950年到1955年底 丁玲歷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黨組書記 和文藝報人民文學的主編 但是好景不長 毛很快就像對楊開會一樣 對丁玲也翻臉無情了 1949年以後 毛要教育和改造原國統區的知識分子 用的就是周、陽、丁玲這批延安文化人 但是丁玲和周、陽是肅怨辛酬 關係日趨緊張 儘管經過延安整風的洗禮 丁玲的自由主義依然很強大 太好出風頭 丁玲的任性和特例獨行 令毛對他越來越不滿 1955年夏天 毛澤東忽然念及舊情 約丁玲在中南海裡划船 小船上只有毛澤東和丁玲兩個人 毛澤東親自掌舵 毛忽然問 賓知 你工作有什麼困難 你覺得周、陽這個人怎麼樣 丁玲見主席又親切地喚起了自己的小名 一時間忘乎所以 把歷年來心中積蓄下的對周、陽的怨恨 一股腦地道了出來 周、陽有十大問題 毛澤東認真地聽著 凝視著丁玲的面旁 此時年近半百的丁玲身子發福 青絲斑白 臉上也有了皺紋 不負當年的風韻 而她喋喋不休的 數落著周、陽的缺點 實在是個乏味的女人了 毛澤東耐心地聽她講完 笑著說 你講周、陽有十大缺點 我倒是覺得周、陽還有兩個優點 她的馬列主義水平還可以 此後呀 毛就再也沒有單獨照見過丁玲 她心裡已經有了結論 毛此時要建立意識形態的新秩序 不痛不癢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但是 把大名鼎鼎的左派文人胡峰 和她的同伙定為反革命集團 再揪出黨內的大作家丁玲 則可以讓全國的知識分子受到震動 使他們受到深刻的教育 於是 周、陽秉承著最高領袖的意志 將丁玲打入了地獄 1955年至1957年間 在周、陽的主持下 經過毛澤東親自同意或者批示 丁玲先後被劃為 丁玲、陳啟霞、反黨小集團 和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 1958年 毛親自動筆 寫了那篇指丁玲與死地的《再批判》 新賬、舊賬一起算 把她當年稱讚的文小姐、武將軍 一下達成了人民之敵 丁玲被流放到中蘇邊界的 北大荒農場 勞動改造 在北大荒農場 她曾經給毛澤東寫信 請求幫助 她哪知道 此時的毛在感情上和政治上都拋棄了她 怎麼會為她平反呢 她被繼續下放到山西農村勞動 1962年夏天 丁玲勞改所在地的農場黨委、中國作協黨組 都同意為丁玲齋去右派的帽子 也向中央打了報告 可是領袖已經決定重提階級鬥爭 對國家機關準備為右派甄別儀式大發雷霆 斥之為猖狂之極 於是一切又都成為了泡影 文化大革命期間 丁玲繼續受到迫害 直到1979年 華國鋒下臺 她才以病老之身回到北京 重新當上了中國作家協會的副主席 全國文聯副主席 令人深思的是呀 慘遭迫害幾十年之後 丁玲依然對共產黨感恩戴德 對毛澤東一往情深 丁玲有一句名言 她對我怎麼樣 不管 但我對她是一往情深的 她因此被稱為至死不悟的人 經過二十多年的磨難 丁玲終於等到了平凡的那一天 1979年七一前夕 丁玲參加了全國政協的黨員會議 她無比喜悅地寫了七一有感 以表達徹底的脫胎換骨 21年了我被撵出了黨 我離開了母親 我成了一個孤兒 黨啊母親我回來了 整整21年了 我日日夜夜盼望著這一天 晚年的丁玲在各種場合 一而再再而三的傾訴自己在苦難中 是如何的對黨的堅真 對信仰的堅守 有許多人都覺得丁玲簡直不可思議 有外國記者採訪她的時候不解的問 共產黨執政以來 你老癌症受苦 你為什麼還相信共產黨 她大聲地回答 不是共產黨錯了 是一些人錯了 一些思想錯了 各位看官 你們覺得到底是誰錯了呢 1984年夏天 中共中央組織部派人到醫院 向丁玲宣讀了恢復她名譽的9號文件 當丁玲聽到黨組織肯定她 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的時候 她脫口而出 我可以死了 丁玲於1986年3月4號去世 致死她都對這個迫害她的黨 忠贈不渝 真的是像一個得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患者 深受歹毒迫害 反過來呢還要感謝歹徒 她晚年在給青年作家上課的時候 曾經說 誰說我們沒有創造性 每一次政治運動 整起人來 從來都沒有重養過 從她說出這樣的話來看呀 她心裡是十分清楚的 好 今天的歷史故事 我們就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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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